安利营养基础班 新伙伴的快乐学堂 近期宝典 快速掌握产品知识 轻松获得专业认证 顺利开启安利事业 为什么将卵磷值称为基础营养素 它能预防脂肪肝与胆结石 为什么全家人都要补充卵磷值 本期营养基础班解密优质的卵磷值 今天这一讲 我们要跟大家来共同学习 关于卵磷值的相关知识 希望大家要把卵磷值的定位 定位在基础营养素方面 它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群才需要的 它是针对我们所有人群 都需要补充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 为什么卵磷值 它是一个人人都必须的营养素呢 要知道我们人体里面 所有的营养素 这个细胞的细胞膜 它都是由卵磷值构成的 那细胞膜上的 这个卵磷值 占了整个细胞肝重的 40%到50% 那这个卵磷值 它是什么形状的呢 我们把它放大 它就是上面长着 一个胆碱的脑袋 底下呢 有两条不饱和脂肪酸的腿 那这就是一个卵磷值 那这就是一个卵磷值 而这个卵磷值呢 同时啊 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可以用它的这两条腿 加着这个脂肪溶解到水里去 可以把我们体内的脂肪带走 这就好比说我们自己都知道 说如果咱们家里 要是有一个炖肉的锅 那这上面呢 就会有很多的油 那我要想把这些油清洗掉 我就需要使用一些洗洁精 那为什么洗洁精 它能把油带走呢 那就是因为啊 这个洗洁精它的特点 就是能够把油融到水里去 那这个作用 其实跟我们卵磷值 在人体内发挥的作用 是一样的 卵磷值在人体内呢 它也是把我们体内的这个油 带着带到水里去 再把它排出去 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因为卵磷值有如此这些的作用 所以呢 我们把它归结起来 就是卵磷值的四大功能 第一就是对血管系统 第二就是对肝胆系统 第三就是对面部的皮肤 第四呢 是对神经系统 血管的健康 是我们机体所有营养成分 能够及时的运送到您五脏六腑的一个必要保证 我们人体内的血管啊 把它全肠都连接起来 大约总肠会达到15万公里 可是我在这里啊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这15万公里的血管 一毫米都不能堵 如果堵塞了即使一毫米 对我们的健康都是非常大的影响 那我在这里呢 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那这是一个血管 从畅通一直到堵塞的这样的一个分级的图 那如果我们把最畅通的血管算作一级 我们把完全堵塞的血管呢 算作五级 三级都已经堵了一半了 其实这个时候 即使这个人体内的血管已经堵了50% 他的感觉也不过就是容易胸闷和憋气 那如果要是发生心肌梗塞 或者脑梗塞 以及下肢的这种栓塞的这种情况 是不是一定要到五级才会发生呢 不是的 到四级的时候就会发生 因为如果要是到了五级 那就直接是要命了 而不是一个病了 那卵磷脂 它就可以把血管里积存的这些油 带走 溶解掉 并且排出去 同时 大家注意 卵磷脂在维护血管健康方面 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它可以降低我们血液里 肝油三脂和胆固醇的水平 大家一定要记住 卵磷脂在维护血管健康方面 它是有两大作用点的 一就是它可以把挂在我们血管壁上的油 带走 那另外一个就是 它可以把血液里的肝油三脂 和总胆固醇的这两个油 也把它降下来 那再接下来 我们讲一讲肝胆 提到肝胆 大家都不陌生 我们以前讲这个脂肪肝的时候 也提到我们的护肝片 它可以保护肝细胞 今天我们又跟大家说说 如果这个卵磷脂缺乏了 它也容易发生脂肪肝 说如果人体吃进脂肪以后 首先要被血液送到肝脏里 要在肝脏里面 再重新组合成为我们人体的脂肪 然后把它再通过血液送到我的全身 这也是我们脂肪从肝脏进入我们人体的一个过程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说肝脏重新组合了这个脂肪以后 要想运出肝脏 它需要有一辆车 把这个脂肪从肝脏运出去 那这个车呢 是专门运送这个脂肪的 如果一个人他缺乏了卵磷脂以后 那么他等于这个车就没有轮子 那这个时候那个脂肪还能不能够及时的送出肝脏呢 就不能了 那所以慢慢的累积这个肝脏里面的脂肪就上升了 这就是缺乏卵磷脂导致脂肪肝的一个激励 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一看胆 那我估计大家都听说过胆结石 我们国家的胆结石的发病率呢 是7% 什么样的人容易发生胆结石呢 不吃早餐的人容易得胆结石 为什么呢 是因为长时间的不吃早餐 它这个胆汁啊经常的不流动 于是胆汁里的胆固醇 那么就逐渐逐渐的越来越浓 最终呢就变成了胆固醇的结晶 细出来就是胆结石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降低我肌体里胆固醇的水平 让这个胆固醇不要越来越浓 那它最好啊能够顺着这个血液流走 那卵磷脂它就可以让胆囊里的这个胆固醇 更好的融入水分当中 融入血液当中把它带走 从而减少我们肌体胆结石的发病率 第三个呢就是关于皮肤 皮肤啊我估计大家都好理解 我开篇我就跟大家说过 说卵磷脂啊是构成我们所有细胞膜的那个主要的成分 那如果说人的皮肤 我们把这一个一个的皮肤上的细胞 比喻成像葡萄一样 那你说如果咱们脸上的这个细胞一个一个都是像新鲜的葡萄 你说这种皮肤它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如果反过来说 如果这个人的脸上它排列的是一个一个的葡萄干 那您说您要是这个脸上摸上去 它这个皮肤是什么感觉 那我想它一定会是粗糙的 是吧 它甚至它可能会是脱皮的 如果你让这个细胞破损了 那个这个细胞可能都死亡了 细胞通过这个破口已经把水分都蒸发出去了 那这个细胞不就干瘪了吗 它当然就会容易出现皱纹 出现干燥脱皮等等 这里面其中核心的道理 就是因为细胞膜的保护作用 我们能够通过一个什么客观的指标 来帮助我们大家了解我们的这个肌肤的细胞 是不是功能正常呢 第一 那我们呢就要看 那这个细胞里面的色素的含量 如果您的细胞很陈旧 这个细胞里面 它就容易积存那些色素 包括止褐素 其实止褐素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老年般 还有一个 就是要看细胞对于水分的保有量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实验 通过补充卵磷脂 那我们可以看到 止褐素的含量下降了46.3% 皮肤的含水量上升69.2%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据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一讲大脑 大脑的记忆力是从幼年的时期 它是一个记忆的高峰 到了青年以后呢 就逐渐的下降 到了老年 它可能记忆力的衰退 就更加的明显 而人体的这个注意力的集中 和记忆的功能 和我们的卵磷脂 也是密切相关的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所有细胞的细胞膜 都是卵磷脂 神经细胞的细胞膜 它也是卵磷脂 这个神经细胞啊 它是前面一个头 后面带着一个很长的纤维的尾巴 这个纤维其实就是我们体内的神经纤维 那它的膜也是卵磷脂 我在这举一个例子 来帮助大家理解 这个神经细胞的膜 怎么维持我们机体里的 这种神经的相应的功能呢 如果我现在有人喊说停 那我可能刚迈起来的腿就要放下 这个时候是听觉指引着我的肢体 那如果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是说如果我看到了一个红灯 绿灯变了红灯 那我可能也要马上停下来 停止脚步 注意这是视觉信号在指引我的腿 那听觉那儿有一根纤维 指引着我的腿 那视觉这儿也有一根纤维 也在指引着我的腿 那这两根纤维 它都指引着我的腿 它为什么不会串电呢 其实啊 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我们人体里的这个神经的纤维的传导 它其实就跟我们家里面那种电线的传导是一样的 我们这几数的电线呢 混合在一起 然后它们之间呢 每根电线都是有绝缘皮的 我们的神经纤维啊 它外面也是包着绝缘皮的 所以它才保证了我们机体里这些电信号 互不串联 互不干扰 人体里的这个神经的绝缘皮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我告诉大家 就是由卵磷脂构成的 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最需要绝缘皮的呢 就是神经系统生长发育最旺盛的人群 从胎儿的中后期开始 那大脑就在快速的发育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绝缘皮的原料了 那一直到它出生以后 一直到它上学的时期 它其实都在不断的长这个绝缘皮 刚出生的小孩 它可能那个手啊只会攥着 等再大一些以后呢 它这个手啊就会拍了 再大一点呢 它就会自己捏一个东西 但是还是不会用笔 随着它年龄的逐渐增长 它可能敢于拿笔了 然后最开始是瞎画一些 再后来可能就会写字了 再后来可能就会画一些精细的画了 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儿童体内 神经不断的长这个绝缘皮 来去精确的控制它 机体的这种过程 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那谁是绝缘皮的原料 就是卵磷子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人体里神经和神经之间 它的信号传递 它是靠什么呢 它是靠一种物质来进行传递的 它这种物质就是一种胆碱的衍生物 那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说 说这个卵磷子它那个头就是一个胆碱的头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缺乏了卵磷子以后 那么就等于我们机体里会缺少这种产生神经信号的这种原料 于是它就会影响我们机体里神经的传递 如果我们机体里的这种神经传导 神经信号的那种传递出问题 那么将来这个人的神经系统就会发生一系列的问题 就容易出现我们说的老年痴呆 65岁以前叫做早老性痴呆 65岁以后就叫做老年痴呆 大家要知道这个问题的发生 是跟我们机体里卵磷子的水平有相关性的 既然卵磷子这么好 那我们生活当中要不要多吃一点卵磷子呢 那日常吃这个卵磷子的时候 那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卵磷子啊它非常怕氧化 它很怕和空气中的这个氧气接触 因为卵磷子我们说它这两条腿啊 是多不饱和脂肪酸 它很容易被氧气氧化 那第二一点呢 卵磷子它也很怕加热 一旦加热 过于热了以后 卵磷子它就不稳定了 尤其是在又有氧的存在又加热的情况下 这个卵磷子的破坏就更多 那我们呢 提供的这个卵磷子 维他命E含有290毫克的卵磷子 还有45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E 这45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E呢 它的作用不是用来补充维生素E的 而是用来保护这个卵磷子 不要被氧化的 这个卵磷子的这个补充呢 一天呢需要分几次 所以呢我们呢是用了咀嚼片 因为咀嚼片的使用啊 它非常的方便 如果是胶囊或者是片剂的话呢 它就每次需要用水啊去送服 这样的话呢 对于成年人来说 可能勉强还可以 其实啊已经感觉很不方便了 那么尤其是对于儿童 它就更不方便 所以呢我们就是把它做成了这种咀嚼片 大人老人孩子 他都会喜欢也都方便去吃 那我们说 我们这里面的这个卵磷子 叫做优质卵磷子 那什么叫优质卵磷子呢 就是因为你必须要给这个卵磷子 加上一个保镖 如果没有这个保镖的保护 那这个卵磷子 在吃的过程当中 它是容易被氧化的 那因为 这个口腔里在咀嚼的时候 这个卵磷子非常容易 跟空气中的氧气接触而氧化 所以呢我们加了这个微生素E的保护 注意我们的微生素E 也是可以抗在口腔里面被氧化的 这种微生素E 这也是我们专门的一个技术 可以做到的 否则如果没有这种技术的话 微生素E在口腔里面 也是容易被氧化的 接下来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的这个卵磷子 微生素E 它的优势有哪些 第一 我们的原料来源都是天然的 第二 那我们可以提供的是 优质的卵磷子 我们是有保护的卵磷子 第三 我们的卵磷子 有我们刚才讲的那四大功能 第四 就是我们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技术 可以把它做成咀嚼片 我们能够让全家 都能够共同分享使用 针对我们刚才说的 老人 男性 女性 儿童 那这四个人群 那我们呢 在这里呢 也有一些 整合的这种营养素的 这种建议 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点 那比如说 针对老年人 以前呢 如果针对老年人 有心血管的问题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 会是要用鱼油 或者是茶足 那么如果它有心脏的问题呢 大家也知道 辅煤Q10会对心脏有好处 现在有了卵磷子以后 那我们怎么区别这几种营养素呢 第一 辅煤Q10呢 它主要针对的是心脏的健康 而卵磷子主要针对的是血管的健康 鱼油和茶足 它主要是降低血液里的血脂的水平 鱼油主要降低血液里的肝油三脂 茶足主要降低血液里的胆固醇 所以这四种营养素 它们的作用点是有区别的 提到男性呢 可能往往就会说 关注护肝的问题 那我们以前说 说我们的护肝片也可以护肝 它的作用点在于 保护肝细胞的完整性 而卵磷子是说 它可以帮助把肝脏里面的脂肪 带出体外 避免发生脂肪肝 这是它们之间作用点的不同 针对女性 她的皮肤的保养 我们也可以用基元 因为基元里面呢 又有胶原蛋白 又有透明质酸 又有卫生素C 也有卫生素E 它是通过这些 胶原蛋白的补充 锁住水分 让维生素C维生素E 来延缓肌肤的衰老 提量肌肤 那和卵磷子呢 因为卵磷子 它的作用机理 在于细胞的膜 在这一点上 它跟胶原蛋白 和透明脂酸等等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最后一个呢 就是关于建脑的问题 大家一提到建脑 可能更希望说 我要多用一点银性 因为银性它可以建脑 现在我们说 有了卵磷脂 这种营养素 那我也可以用营养素 来建脑 那它们之间 有什么区别吗 它的区别 主要就在于说 银性 它是通过改善 我们大脑的血液循环 来去提升脑的功能 而卵磷脂呢 它是我们神经系统的 神经细胞的 那个绝缘瓶 以及神经信号传导的 那个物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它们的作用点呢 都是不同的 那我在这里呢 跟大家梳理了 关于不同的情况下 我应该怎么样 综合的使用营养素 以及大家学习了 了解了关于卵磷脂的功能和作用 那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祝大家健康 谢谢